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的一週多情 上期的最後我們提到 家純決定還是驗一下比較安心 到妖裝店想買驗運棒 沒想到被八卦王蕙君撞見 家純連忙解釋是幫朋友買的 蕙君心想一定有鬼 後來家純到了外拍工作的飯店 先去廁所驗運 結果真的是兩條線 瞬間連上三條線 還剛好遇到文章 文章表示願意負責 家純說等他自己想清楚了會再聯繫他 家純買了十幾隻驗運棒 全都顯示懷孕 文貞敲門想上廁所 家純趕緊將驗運棒收進袋子裡 不料有一隻掉到地上 被文貞發現 急忙拿出去詢問是否是家純的 家純否認 兩人拉扯中 一帶驗運棒全部調出 每隻還都是兩條線 眾人震驚 家純被迫承認 但沒說出是文章的 更表示想拿到小孩 找邱紅極力反對 後來 家瑜端餐給家純 安慰姐姐無論做什麼決定 自己都會力挺到底 蕙君來探望梅林 聊到家純可能有暈再生 文章心虛 要大家別八卦 沒多久後 蕙君跟文貞到房間拿東西 發現床底下的錄音筆 美齡認出是鄭雄的 開心的想聽鄭雄聲音 家瑜嚇到差點漏尿 剛好錄音筆沒電 家瑜拿回房間充電 借機將鄭雄死去當天的錄音刪除後 拿出來放給大家聽 大慶和雲嫂聊起當年和佩音父親合開餐廳的事 雲嫂感謝大慶一直照顧他們母女 大慶感嘆 佩音父親在餐廳發生的火災中喪生 也聽說佩音後來瘋了被送去療養院 問雲嫂有沒有佩音消息 雲嫂否認後便離開 此時大慶陷入當年回憶 原來大慶希望佩音父親將志成給了錢借給自己 但佩音父親不肯 大慶必不得已瑕疵佩音威脅 隨後兩人拉扯 大慶搶到了錢卻不小心打翻豬胎因起火災 但擔心東窗事發便趕緊逃離 才導致佩音父親掌聲火海 雲嫂打掃著 想起以前去探望佩音時 佩音一直想揭穿是大慶因起火災還是父親 但雲嫂為了讓威廉有好日子過 才一直不肯揭露 甚至偽造佩音和小孩遺史的信件寄給秋紅 以免秋紅聯絡志成回來追查 某天 佩音請雲嫂幫忙養育小孩後就失蹤了 雲嫂為了不讓大慶發現佑欣是佩音的女兒 故意讓年紀較小的佑欣成為佑貞的姐姐 佑貞偷偷跟著成功到療養院 成功向療養院院長打聽佩音的下落 院長也不清楚 佑貞納悶佩音是誰 後來兩人前後離開療養院被雲嫂撞見 雲嫂試探地問佑貞為何跟蹤成功 佑貞猜測成功在找尋紳士 可能是被禮貓換太子 雖然佑貞並未完全猜中 但雲嫂擔心成功有天會查出真相 佑貞到婦產科準備墮胎 文章急忙趕到 表示自己願意負責 希望佑貞生下小孩 佑貞也不忍一條生命就這樣沒了 便暫時打消墮胎的念頭 美玲勸文章取佑貞 文章則在一旁反對 美玲威脅若文章不答應 她就搬去廟裡住 文章夾在兩個女人的中間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佑貞接拍婚紗模特兒工作 文章跟著過來 看到新郎模特兒抱著佑貞 心裡不是滋味 故意氣走模特兒 志願重當模特兒和佑貞拍婚紗照 攝影師要文章擺出求婚知識 兩人拭目相接 心中泛起陣陣涟 文章最後成功勸佳純同意先結婚 兩人的情感交流 讓攝影師占不絕口 蜀娟請庫怡書和如瓶到家裡做客 在介紹菜色時 暗示如瓶別破壞自己的幸福 也表示會幫如瓶介紹好男人 搞得如瓶十分尷尬 回家後 庫怡書和如瓶常談 庫怡書勸如瓶要放下過去 如瓶答應會努力做到 小安看見小飛在送餐 故意上前挑釁 說嘉烈和小飛害兩個家庭破碎 憑什麼得到幸福 於是小飛去找鄭群 紅藤員工看到小飛很自然地打招呼 差點說出小飛和鄭群的關係 鄭群趕緊拉小飛進辦公室 小飛向鄭群鞠躬道歉 鄭群心情複雜 最終接受道歉 要小飛別在意 鄭群要送小飛回家 車上播著兩人的定情曲 小飛表示不知道為什麼 對這首歌特別有感覺 經過繡求花田時 兩人下車 小飛走在花田裡 零碎的記憶湧入腦中 他告訴鄭群 自己曾在這裡拍照 發現保溫瓶、音樂盒 甚至記得有人從背後抱住他 向他求婚 但就是想不起對方是誰 這時小飛突然頭痛欲裂 鄭群要他別再想了 現在過得開心就好 鄭群忍不住揉著小飛 小飛納悶 為何在鄭群懷裡有種安全感 回過神來 急忙從鄭群的懷裡掙脫 心想自己一定是人妻人母 不該有那種想法 鄭群心痛 卻不願小飛受苦 家裡來找鄭群 鄭群表示帶小飛去過繡求花田 面對鄭群的挑釁 家裡火大 兩個人直接打了起來 嘗嚴異常火爆 這天文章和家純幫忙小飛照顧冠亭 家純看文章哄著冠亭的模樣 心想文章會是有耐心的爸爸 小飛也訴說著小孩帶給父母的動人感受 家純和文章心裡產生變化 認為即使是鳳子成婚 好像也不壞 於是家純告知秋紅要和文章結婚 秋紅表示 支持家純做的任何決定 成功送又欣回家的路上下著大雨 成功脫下外衣幫又欣遮雨 碰巧遇見出來買東西的雲嫂 雲嫂發現成功右臂的胎記極為震驚 趕緊將又欣拉回家 還不准又欣跟成功再見面 否則別認他這個媽媽 深夜雲嫂想起 當初將大慶的親生兒子送到育幼院的王室 也回憶起當初騙了大慶自己兒子夭折 大慶反而對他照顧有家的種種 忍不住嘆氣 多年後竟將所有人都牽扯在一起 真的是太扯了 心想不能讓成功生死曝光 否則威廉將一無所有 苦遺書陪曉飛送餐時遇見羅總 向他提到自己重新拿到醫生執照 並想在九份開店診所 羅總事後向正群討論 決定由正群出面幫助苦遺書 以上就是本週的一週多情 想要更快速了解多情城市 下週也別忘了持續鎖定一週多情哦 喜歡的朋友們也記得分享出去哦